印度跟EFTA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歷經了十六年的談判 如今終於拍板 簽訂了雙方的貿易協定 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他的成員 包含了有瑞士 挪威 冰島 以及劣之敦士登 那麼雙方所簽訂了 貿易協定之後 印度將會對這四個國家 來減免多數的關稅 還包含了會計 醫療 電腦 金融 以及保險業 都會相繼開放市場 那麼這四個歐洲的國家 則是預估在接下來的十五年內 會投資高達一千億美元 來為印度創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四個國家跟印度之間的關聯 事實上印度跟這歐洲 四個國家的貿易額是以瑞士最高的 有一百七十一點四億美元 挪威冰島跟劣之敦士登 則是都比較少 但是專家就說了 這一個貿易協定的簽訂 其實他代表了一個非常大的意義 就是說他說現在很多的國家 哪怕是這高度發展的一些 這個經濟自由體 都想要來打入印度的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是現在對於投資人來說 他們對於印度的信心 正是處於高點 還有就是各國都想要降低 對於中國的依賴 那麼當然除了歐洲這四個國家之外 印度其實他現在也還在跟英國 歐盟跟澳洲來進行自由的貿易談判 其中跟英國的協商 其實也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 那麼當然除了貿易協定 一旦簽訂之後 現在被認為 對於印度總理莫迪來說 就是他選錢的大利多 有望把他推升三連任有望 很多熱錢 現在進入印度 印度的股市更是被看好 認為在二零三二年 他有望可以超越香港 跟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股市 以上訊息提供給您 也請去鎖定華視新聞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